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做这一行了 不可能 爸爸 一万个都不可能 你听我把话讲完好不好 我不想听你讲 刚才我讲了林永健 三十年四十年 你听我把话讲完吗 十年 五年 算什么 爸爸 你不要哭啊 你听我把话讲完了 一万个都不哭了 妈 不同意 我二十八岁了 我不想再挨了 我想有一个家 我熬不起了 因为这一行太苦了 你们知道吗 我整容我多疼啊 我还给人家踩在脚底下 给人看不起 我真的不想做了 你们 我想永远的就这样陪着你们 照顾你们 我不想在外面飘 我真的飘不起 你们可不可以理解一下我 不理解 爸爸 必须要走下去 九年必须要走下去 我求求你 你们 你们 你放我走啊 我不想再做了 不行了 九年 九年 九年说什么呀 你们这老是三十年 四十年 这些人 我不做了 妈 妈 你不要哭啊 你妈妈的心都碎了 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我不想做了 你必须要走下去 妈妈也行啊 过来 我们做其他的也一样了 有些演员 三四十年 你九年说什么 直播的议题 妈 你们能不能站到我的角度 为我想一下 你要演过这个小电影吗 刚才你那个表演 我们也看了吗 还是蛮不错的吗 要这么一哈 又不登天了 更可能的 妈我 求求你了 不要让我走了好不好 真的 你别偷了 不要坚强 道路是求着的 前途是光明的 不可能一路再全了 九年 刚才我举了例子了吗 父亲所说的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这种坚持我是完全支持的 但是在这个行业 他走了九年 目前的成绩 已经证明 他走不下去了 不要说他 就即使是现在 正在这条路上走的很多人 他的成名之路 也遥遥无期 我会坚信 再过九年 如果你的女儿 再过九年以后 是三十七岁 他始终像现在这样 默默无闻 没有成功 请问 他逝去的那些岁月 谁来替他买单 我想问 谁来为他负责任 这十八年 谁来为他负责任 我能为他 你为他负什么责任 你能为他找回 这十八年的时间吗 这样说来就怎么办呢 是谁都希望 自己的子女成才 但是你似乎一点 都不关心他的快乐 你看你说的这些个话 选酒店行业 因为小费高 你始终会成名发大财 你脑海当中的钱的位置 太重要了 无论你的家庭有多么困难 我觉得你牺牲孩子的前途的未来 所换回来的 甚至是牺牲了这些 都换不回来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样做父母 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我觉得今天你应该告诉父母的是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 我没有兴趣 所以我不可能 在我一个没有兴趣的行业里面 越做越好 但是可能我换了一个酒店馆里的工作 我的兴趣在所在那边 我只能会越做越好 同样也可以达到光宗耀祖的效果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理解 渐渐的 我开始理解你的父母了 你的父母对你的严格要求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九年 你对于你自己的职业生涯 对于你自己的工作没有把控 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拿出什么样像样的成绩 去证明你可以做什么 所以你的父母只有去要求你 做你现在可以做的演员 除非你拿出你自己别的技能 去向自己的父母证明 和他们沟通 告诉他们你到底能做什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可以做酒店的 因为我学酒店管理的嘛 我可以从头再来呀 我这个我不怕的 我是真儿八经觉得您太固执 你根本 我发现你根本不爱这个 就这样吧 我们给他考虑吧 你放弃就是 不是你放弃 而是要尊重任何一个个体自身的一员 他的路是属于他自己的 你刚才说你能负这十八年的责任 你怎么负 这十八年的光阴是属于他自己的 他这十八年的光阴当中 本来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可以快快乐乐的谈恋爱 甚至现在都可能有了孩子 但是他没有 是的 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空间 由他自己选择 我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请求当过知青的导演 明星 以及所有的导演 请你们一定要伸出 有爱之手 同情之手 真诚地请求你们 能收下我这个女儿为一个徒弟 我这个女儿 她不会辜负你们的 她多才多艺 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谢谢你们 有你选择 望着父母年迈盘跚的声音 让人感觉五味杂陈 我们真心祝福 小宿的父母 能真的尊重女儿的人生选择 也祝福这个经历坎坷 充满精心的家庭 最终能够圆满 我爱你